云林百年酱油店逢年过节人需暴增50% 劳动极权法限制一粒一修 限制劳工加班时间及累增加班费比例 对仰赖人工的传统产业有如震撼蛋 影工工期本来就是落实周休二日 所以一粒一修的部分只有在逢年过节 有加班的时候人事成本可能会增加个50%左右 其他时间应该都没有影响 云林这家酱油厂从1921年创立至今 出品的酱油早已从采米油盐酱厨的生活用品 近身为伴手礼行列 总经理钟正伟表示 每年中元 中秋及春节等送礼忘记 一粒修新制实施后 平均每月人事支出增加十几万元 而因弹性休假采生连续假期 除了那调度外还得考量每月加班上线等问题 都让他伤透脑筋 目前来说人员大概是60个人 卖场的部分 假日如果我要上班 那个人力就要调配 那个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难度这样子 中正伟说 现在整个生产成本都变高 面对市场竞争激烈 不能将成本转交到消费者身上 只能努力竞到不能竞 目前来讲成本压力一直在上升当中 包含人事成本 然后人物料 包含我们最近的座已经起床 后来关爱步 所以整个业者的利润是一直在往下当中 如果真的无利没有利润的状况下 可能对于产品就会有一个调整 而基本月薪及时薪的调整 对资方来说 犹如雪上加霜 公司是没借打工人员 时薪调整对我来说没有影响 你以月薪凤来说 基本薪资调整 也是有显著的一些人事成本的增加 郭新闻 云林报道